奉祝耶稣基督圣明说话 我们感谢主我们弟兄姐妹都能够抽空来参加今天的聚会 愿主德林大大的与我们同工 我们现在要继续来查考犹大书的信息 我们说到犹大写这封书信的目的就是要勉励信徒来为真道来竭力的争辩 他也提到说有些人会偷着进来教会的这个羊圈 我们已经说过了我们几乎是没有办法来避免这样的事情来发生 主耶稣在马太福音里面提到说当这个麦子被撒之后 这些敌人会将这个麦子撒在麦子当中 这是无法避免的是必然的趋势 所以我们所要做的就是应当警醒 谨守 所以在马太福音25章说到我们必须要小心 不然的话我们可能就会被迷惑了 那些偷着进来教会的这些都是贼和强盗 我昨天描述了几个可能发生的这种情况 有些人进入神的家中 他的目的是不单纯的 有些起初进来他的目的是正确的 但是后来却违反了这个神给他的恩典 有些进来也是先前是存有好的动机 但是后来却被迷惑了 我们请翻开约翰福音第十章 约翰福音第十章 第一节 约翰福音十章第一节 十章一节 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 人进阳圈不从门进去 岛从别处爬进去 那人就是贼就是强盗 如果不是朝着这个正确的方式 或者是从门进去的话 在神的眼中 在耶稣的眼中 这等人就是贼就是强盗 我们知道犹大所提到的这些人 就是假师父 那你认为一个假教师 假师父进到教会 他会做些什么事呢 I want you to turn to Matthew chapter 7 请翻开马太福音第七章 Please turn to Matthew chapter 7 马太福音第七章 We read verse 15 十五节 Matthew chapter 7 verse 15 马太福音七章十五节 十五节 你们要防备假先知 他们到你们这里来 外面披着羊皮 里面却是残暴的狼 我们看到这些假先知 或者是假教师 他们懂得会掩饰 他们外表上看起来 非常地仁慈 好像这个羊一样 但是耶稣所提到的是 他们内在的性情 里面他们是残暴的狼 那如果你看到一群狼 在围着一群羊的话 你认为狼会做什么呢 我们知道这些狼 一定会去残杀这些羊 会把所有的这些羊都吞掉了 吞吃了 主耶稣提到这些 贼跟强盗进入羊圈之后 会做些什么事 我们再看回约翰福音第十章 第十章十节 十章十节 盗贼来无非是要偷窃 杀害毁坏 我来的是要叫羊 得生命 并且得得更丰盛 有时候我们会听到 这样的说法就是说 这些假教师来到教会 是来偷羊的 我们看到这个刚才我们看到的 就是狼不会进来偷羊 他会进来毁坏这些羊 当耶稣说到盗贼进来 是偷到他 这是什么意思呢 那这个假教师会偷什么呢 请翻开耶利米书 耶利米书二十三章 耶利米书二十三章 三十节 其实整章都是在讲这些假先知的事情 三十节 耶稣说那些先知各从灵色 偷窃我的言语 因此我必与他们反对 所以我们看到 这个假先知进到神的团体里面 他所要做的就是偷神的言语 偷掉 偷窃神的言语 他如何偷窃神的言语呢 首先他是说神感动他来说预言 或者是神已经默示了他 如果我们念三十一节三十二节 三十一节耶和华说 那些先知用舌头说 是耶和华说的 我必与他们反对 他们是打着神的名号来说话的 他们说他们是被神来感动说话 但是其实他们的目的 就是要更改神的话语 所以根据耶利米先知的说法 这就是偷了神的言语 他们也有这些假的异梦 32节 以后我们在这个犹大书里面讲到这些做梦的人 我们会再进一步来细说 所以当一个贼进入神的家中 他的目的就是要更改神的言语 如果我们不警醒 如果我们不属灵 这样子我们就没有办法分辨 到底他们说的是对还是错 那第二样这个贼所做的事情 就是要杀害 就是要毁坏这些羊群 要杀那些幼小的 我们知道在教会里面有一些 性受洗的信徒 或者是一些不成熟的基督徒 所以当一个贼进入神的家中 他很容易会影响他们 来敌对神 来敌对教会 这样子这些年幼的 就没有一个正确清楚的信仰 一个人如果对神的信仰是不正确的 他到最终就会失去他的灵命 这就是一种的杀害 所以我们要防备这样的事情发生 第三种的工作就是要毁坏 如果我们看到杀戮跟毁坏 其实他们的性质是十分相似的 那毁坏就是在一个更大的层面之下 就是要毁掉这个羊圈 因为羊圈就是羊的避难所 当假先知进入这个信仰的团体里面 我们看到他们就会做这样的事情 他们所做的就是主耶稣 为我们所做的事情的相反 约翰福音第十章第十节 这里提到 我来了是要教养得生命 不单只是得着生命 而是有更丰盛的生命 那主耶稣基督是如何赐给我们生命呢 那如果我们读史诺行传 我们知道神是借着教会来赏识 这个生命给我们 首先祂是建立教会 然后祂将祂的话语赐给我们 使到我们可以在耶稣基督的身上来砸根 我们知道神的话语 神的道也是一种保护 使到我们可以用来 抵挡这些假教师 所以我们看到耶稣 就这样来赏识我们生命 这些假教师所做的 就是毁坏耶稣所做的一切 再看回犹大书 犹大书 第五节 第五节 从前主救了祂的百姓出埃及地 后来就把那些不幸的灭绝了 这一切的事你们虽然知道 我却仍要提醒你们 我们先看这个第五节的上半端 这里犹大要提醒信徒 在中文是下半端 就是他们已经知道了这件事 但是这个犹大要再次来提醒他们 所以我们看到这个犹大的心是怎样 有时候我们听到一些信息 我们觉得都是一直在重复 我们会觉得很厌烦 可能我们认为这个正道者 没有好好地准备他的奖章 他们为什么唠唠叨叨 一直在重复同样的事情 所以这里讲到做一个提醒 尤其是有关乎于得救的问题 有这个必要要一次又一次地来提醒我们 我们可能听了无数的事 我们还是要被再次地提醒 人性就是在安逸的时候 我们就放松自己 我们不是非常地警醒 如果有这个不断地提醒 这样子我们就会更加地小心 这对我们来说是必要的 我们看到这些神的工人 好像彼得和约翰 他们都是做同样的事情 你请看彼得后书 彼得后书第一章 12节 彼得后书第一章12节 12节 你们虽然晓得这些事 并且你们已经有 已有真道上坚固 我却要将这些事常常提醒你们 彼得知道他们在真道上 已经非常地坚固 但是彼得说 我不可以忽略我的责任 就是虽然你们知道 但是我却要常常提醒你们 这个彼得后书 大概是在彼得临死之前 所写的 彼得知道他什么时候 要蒙主恩召 所以他在临终之前 所做的提醒 一定是一些最重要的事情 因为他不希望看到 这些信徒被受迷惑 他希望他们在主里坚强 再念13节 13节 13节 我以为 应当趁我还在这帐篷的时候 提醒你们 激发你们 他知道他将要离世的时候 非常地接近 所以在他的心中 要提醒门徒 是正确的事 14节 14节 因为知道我脱离这帐篷的时候 快到了 正如我们主耶稣基督 所指示我的 我们在念15节的话 他也希望在他离世过后 这些信徒也常常会纪念 会被这些事情来提醒 这就是彼得的心 所以我们看到 彼得在这些救恩的事上 是看得如何的 如何的重视这些事情 所以犹大士 非常地殷勤来写信给门徒 所以身为神的工人 我们必须要有同样的心智 要提醒信徒 不是这么简单的一件事情 我们可能会看到他们会反击 就好像使徒实在 有一些圣徒 甚至为了这个信仰 训道了 我们看约翰一书 we turn to the book of 1st John 约翰一书 we read chapter 2 第二章 1st John chapter 2 约翰一书第二章 we read verse 21 二十一节 chapter 2 verse 21 二章二十一节 I have not written to you because you do not know the truth but because you know it and that no lie is of the truth 21节 我写信给你们 不是因为你们不知道真理 正是因为你们知道 并且知道 没有虚谎 是从真理出来的 you know it seems that what John is saying here is unnecessary 这样看来好像 这个约翰所说的话 所写的信是多止一举 they have already known the truth and yet you know he wanted to write to them 他们已经知道真理 但是他还要写信 告诉他们真理是什么 in the community of faith this should be the practice of the church 所以在信仰的团体里面 教会必须要有 这样的习惯 so when we see that falshood is beginning to emerge in the church 我们如果看到 这些谎言 在教会出现 we should always talk about it 我们一定要 把它指出来 to stir up the minds of the believers so that they can stay alert 要激发信徒的信仰 使到他们能够 时时保持警醒 just like in the true Jesus church we always talk about the basic beliefs 尤其 在正耶稣教会 我们常常提到 我们的基本教义 if you have attended the AMTC for example 那如果你有参加 这个非洲志工的训练 我们每一届的训练 都是在讲教义 我们是 一次又一次的 重复在讲这个教义 因为教义是 我们信仰的基础 so we have to repeat 所以我们必须要重复的说 to ensure that our spiritual mind is stirred up 这样子我们的灵性 才能够被激发 sometimes you find that when we are not serious about our beliefs 但是如果我们 对我们的信仰 不是很认证的话 we will tend to lose our way in life 我们在生活当中 就会迷路 is like we expose ourself to greater danger 这样子我们就暴露 在更危险的情况之下 because we are not alert 因为我们不谨慎 so we have to be reminded time and again so we have to be reminded you find that he would do the work with great diligence 我们看到这样 负责任的这些工人 不单只会提醒信徒 他会常常这样做 they will do it with great diligence 他们会非常殷勤地去做 we turn back to Jude 我们再看这个尤大书 we turn back to Jude we look at verse 5 again 我们再看第五节 now here the second part it says that the Lord having saved the people out of the land of Egypt afterward destroyed those who did not believe 第五节的上半端 说到从前 主救了他的百姓 出埃及地 后来就把那些 不幸的灭绝了 what is Jude trying to drive at 那尤大 想要告诉 这个读者的信息 是什么 if you look at the book of Exodus 那如果我们看 这个出埃及记 you find that you know God like send Moses to bring his people out from Egypt 神 拆遣了摩西 来带领 他的子民 以色列人 出埃及 in the course of doing that you find that he had performed many miracles 在出埃及的 这个过程当中 他行了许多的神迹 奇事 so he you know like allowed this Egypt to be completely destroyed 藉着这个过程 整个 埃及记 都被毁坏了 you know I want you to read Exodus 我们现在看 这个出埃及记 We read Chapter 19 19章 Exodus Chapter 19 出埃及记 19章 We read We read We read verse 4 第四节 Chapter 19 verse 4 19章第四节 You have seen what I did to the Egyptians and how I bore you on eagle's wings and brought you to myself 第四节 我向埃及人 所行的事 你们都看见了 且看见 我如鹰 将你们 背在字旁上 带来归我 神要摩西 告诉他的子民 to help them understand what he has done 让他们明摆 神到底 向他们 what he has done to the Egyptians 他对埃及人 所行的是什么事 so we find that you know he like use walls to go against the Egyptians 我们看到神 在埃及地 降这个食灾 and even destroyed the firstborns 将他们的 长子都杀了 to the point that you know Pharaoh has no other choice but to allow them to leave Egypt 到最后 法老王 没有任何的选择 唯有让 这些以色列人 出埃及 根据这个 出埃及记十九章 is like God bore them on eagle wings 就是神 如鹰 将他们 背在这个 翅膀上 you know the wings represents power and strength 这个鹰的翅膀 就代表了 这个能力 when you know an eagle carries an eagle 当这个母婴 在带这个 小婴的时候 it's like a kind of care you know that the mother eager has shown to the young ones 这是母婴 对这个 小婴的 这种 爱护 like to bring you know the young ones to safety 将这个 小婴 带到这个 安全的地方 this is what God has done 这就是 神所做的事情 so they have witnessed the great power of the Lord 他们已经亲眼看 见证到神的 大能大力 in destroying the Egyptians 因为神 毁坏了 这些 以色列人 That's why the crossing the crossing of the Red Sea represents the salvation of God 所以这个 过红海 就代表了 神的救恩 you find that in the Old Testament scriptures this incident is mentioned many times 所以在这个 旧约圣经 这个 这件事情 常常被提到 it represents the mighty power of God to destroy 因为它 它代表了 神这个 毁坏的能力 it also represents the complete love of God for his people 这也代表了 神对他 指明 这个完全的爱 so when you read the book of Deuteronomy 所以如果你读 这个生命记的时候 it's clear that God has chosen them because of his love for them 我们非常清楚 看到神 拣选了 以色列人 因为他 对他们的爱 so in the entire epistle 所以在整件事情 发生 it shows us the power of God and the love of God for his people 这我们就看到 神的能力 还有神对他 指明的爱 and his love for his people is very special 那神对他 指明的爱 是非常特别的 because he only loved them 他爱的 只有 以色列人 and all these people are like you know so precious in God's eyes 所以以色列人 在神的眼中 是多么的宝贵 I want you to read Deuteronomy Chapter 7 请翻开 这个生命记 第七章 Deuteronomy Chapter 7 生命记 第七章 We also read We read verse 7 as well 第七节 Chapter 7 verse 7 生命记 第七章 第七节 The Lord did not set his love on you nor choose you because you were more in number than any other other people for you were the least of all people 第七节 耶和华 专爱你们 拣选你们 并非因为 你们的人数 多于别名 原来你们的人数 在万民中 是最少的 Here it talks about God's choosing of his people 我们这里看到 神如何拣选 他的子民 It's not because his people the chosen people are special 首先不是因为 他的选民 在哪一方面 有什么特别 or great in number 或者是 他们的人数 很多 其实他们 是在万民 当中 最少的 当他们 被卷选 的时候 所以在 神的眼中 他们是一种 好像特别的宝贝 第六节 这是他们非常特别 神从地上的万民中 拣选他们 特做他的子民 这就是神如何的爱他们 再看回尤大叔 但是这些人 后来发生什么事 我们读 第五节 后来就把那些 不幸的灭绝了 神花会了许多的时间 很大的能力 来拯救 这些以色列人 神是如何的 何等的爱他们 后来神却灭绝了 这些人 因为他们不信 那我们 可以说什么呢 我想我们有时候 有这种 错误的观念 我们说 神是蛮有怜悯的 这句话是正确的 但是不是在 每一个情况之下 都是通用的 那如果 我不再相信神了 我继续活在罪中 我已经离去了神 去接受另外一个福音 那你相信神的慈爱 还会与我同在吗 绝对不是这样的 所以在这里 我们可以做一个结论 那神的爱 与祂的 这个公正 是 是 是同等的 我们看到 祂是如何的 爱祂的子民 因为神拯救他们 毁掉他们的敌人 但是后来 他们却因为不信 他们也被神灭绝了 所以我们要被提醒 有关这点 今天我们已经 蒙了救恩 我们已经被神的宝血 所输回来 现在已经 进入了神的身体 神在旧约时代 献给祂子民的爱心 我们今天也领受了 那我们所做的 就是要相信 要相信神的话语 要相信祂的真理 我们请翻开 希伯来书 希伯来书第三章 希伯来书三章 十八节 十九节 我们从十六节开始 西伯来书第三章 十六节 十六节 那时听见他话 惹他发怒的是谁呢 岂不是跟着摩西 从埃及出来的众人吗 神四十年之久 又厌烦谁呢 岂不是那些犯罪 失守 倒在旷野的人吗 又向谁 所以岂不是不容他们进入他的安息呢 岂不是像那些不信从的人吗 这样看来 他们不能进入安息 是因为不信的缘故了 所以在这个初埃及时代的这些人被神灭绝了 因为他们的不信 今天我们因蒙神的拯救 我们是否相信这个福音呢 就是神赐给教会的福音 所以犹大士在警告他们 不要把神的恩典当作理所当人 你不要认为你去接受另外一个福音 是不用付出代价的 今天也是对我们来是一个警告 我们知道到处都是谎原 所以我们要时时保持警惕 我们很容易会受影响的 如果我们不是情形祷告 如果我们不寻求神的怜悯来拯救我们 帮助我们 我们很容易就会受迷惑了 如果是这样的话 那如果我们犯同样的错 如果我们跟这些以前的人是一样的 他们在从前是不相信 我们也可能在将来不相信耶稣基督的福音 那这个后果是什么呢 我们非常的清楚 我们请翻开更多前书 1 Corinthians 哥林多前书 第10章 1 Corinthians chapter 10 哥林多前书第10章 11节 11节 他们遭遇这些事都要作为见解 并且写在经上正式警戒我们这末世的人 在这里保罗提到这些旧约的例子 尤其是这个出埃及时代的这些以色列人 他们在旷野如何的犯罪 后来他们被灭命的所杀害 这些写下来就是要来警戒我们 今天我们若想得救 我们要保守自己在耶稣的身体里面 我们要持守教会所教我们的教训 不要把主耶稣的恩典当作理所当然的 如果这样做的话 我们就得蒙保守 我们一起末导 我们一起末导